美国军方向来拥有许多军事秘密 51区更是成为美国研究外星生物 以及外星文明的地方 才有人见到不明飞行物体在51区附近飞行 也有人指出美国抓了18个外星人来协助他们研发技术 但是这些都没有得到美国军方亲口叙述 他们也不可能告诉你这些事情 但是美国军方在近期却公布了军方目击的UFO视频 大家好,我是Junior 欢迎订阅天马行空,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上传几部影片 今天是要来说五个美国军方证实的UFO视频 飞碟群 有一名海军在甲板上发现到了一些闪耀的光点在远方 起初以为是飞机的灯光 后来发现这些光点的移动机器不规则 才意识到是飞碟便立刻拍摄下来 发布到网站后 也有许多人认为UFO考察组来到地球 准备行动了 你觉得呢 月球上了UFO 一名男子在家外边拍摄到了疑似不明飞行物体在月球附近 起初他说只是想拍摄月球的照片 结果没想到拍摄到了这个画面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军方那里 专家指出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按比例来说相当的大 也有很多网友指出 外星人的舰队很可能就藏在月球地底 美国空军遭遇不明飞行物 美国军方承认三段显示美国空军飞机遭遇不明飞行物的视频是真实的 但美国军方坚称这些视频片段只是显示了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空中现象 从未获准公开发布 三个广为流传的视频中所显示的美国军用飞机以不明飞行物 拥有现有技术无法到达的飞行技巧的神秘物体的视频向公众公布 这些视频是真实的 但其内容无法解释 第一个视频显示了一个黑色的药丸状物体 在快速侧向移动之前 盘旋了几秒钟 另一个视频显示了观察飞行物的传感器锁定在一个快速移动的目标上 还能听到飞行员兴奋地说 想知道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 第三个显示一个长方形物体在停止和旋转之前稳定的移动 飞行员观察到它时 尽叫了起来 据报答 国会议员已要求五角大楼就这一问题做简报 与此同时 美国军方秘密追踪不明飞行物的历史和AATIP计划一样 以为公众所知 像乌云一样的UFO 一天傍晚正要下举大雨 乌云密布 海浪开始大起来了 一名美国海军在离岸练习的训练时 想在刮风大量的这一天拍摄海景 没想到却意外地拍摄到了一个酷式乌云的不明飞行物体 提出刚开始它真的以为就是一朵乌云 后来近看行后发现像极了某个飞行物体 绝对不是地球上能够制造出来的 这段视频后来被发布到网路上 许多人觉得一定是剪辑或者厚制的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UFO的确存在 卖密UFO 美国卖密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 一名机场工人看到后立刻用手机将它拍摄下 这个奇怪的飞行物体不断地慢慢地向前移动 而在场人士都不断欢呼 这突如其来的现象感到惊奇 许多美国人在不同的地点都目睹了这一刻 但是美国政府指出实际上是附近的卡纳维拉尔角 发射的运载火箭的火光的烟迹 由于火箭飞太高 所以烟迹被地平线下的太阳照亮了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官方为了掩饰UFO的存在 而加以否认的行为 你觉得这又是如何 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 在开展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 以出版的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专注 约有351种 各种期刊近百种 对不明飞行物已有不少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在进行研究 希望有朝一日 人类可以探索到更多关于宇宙的奥秘 对此你又有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我一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我是Ginus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by bwd6